澳洲银行大鱼吃小鱼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为什么澳洲自己要收购自己的小银行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部分 我们来聊一下 最近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四家 最大的银行之一的澳新银行 发起了对于昆士兰地区小银行 Sunkop的一个收购议案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 作为一个国土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 它是有着巨大的国土面积 但是人口相对就比较少 仅有2400万人口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使得大量的人口 是集中在了两三个城市 也使得比如说像悉尼和墨尔本 这类一类城市竞争非常的激烈 几乎所有的商业行为 包括我们说的商业的销售的数字 都是发生在这两个主要城市 那么在澳洲 不管你是做什么产品 都离不开在这两个城市中的激烈战争 比如说我们以汽车销售举例 虽然澳洲的人口只有2400万 但是它每年的汽车销售量 达到了100万辆以上 少的时候也有95万辆 虽然这个数字 仅仅只有中国或者是美国 年均销售量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但是由于澳洲地大物博 特别是平均的居住面积非常高 使得人均汽车的保有量非常之高 但是由于它的总量只有100万辆 全世界又有超过50个汽车品牌 在澳洲市场相互竞争 这就使得在澳洲市场上 也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就是很多的商业模式在澳洲 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家在抢 总量并不是太大的市场 而且说白了 主要的竞争区域就集中在悉尼和墨尔本 两大城市中间 那么像金融业也是一样 虽然澳洲有着世界上排名前五的经济 或者说是股市交易量来说 是排名前五 但是由于它的人口比较少 而且又大量集中在两个城市 这就使得澳洲的商业竞争 特别是金融行业的竞争 也集中在这两个城市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澳洲作为一个发达国家 金融理论上它是开放的 但是不论是在悉尼也好 还是在墨尔本也好 我们并不能看到很多国外的银行 大家细想一下 能够数得出来的银行有哪些 除了澳洲本地银行以外 也许只有花旗银行和中国银行 偶尔可以干得到 另外就是最多的 就是HSBC的 也就是我们说的汇丰银行 除了这三家以外 像美国银行 摩根斯坦利 摩根大通 这些银行几乎在澳洲都存在 但是它们都存在于写字楼内 换句话说 它们都不愿意去做澳洲的零售 商业银行市场 为什么这样呢 那么根据澳洲的实际情况 大家也能猜得一二 以现在澳洲的人工来说 你运行一个实体的分行 租金 人力成本 装修 如果你最后做的业务 只是一个存款借款 信用卡 乃至于普通房贷业务 那么这个利润是非常薄的 并不能够支撑一个主要的 分行的运行 因此 咱们换句话说 在澳大利亚 即使是最大的四家商业银行 也是由于 它们在其他业务上的支撑 来弥补 它们在实体分行上的损失 绝大部分的实体分行 其实是不太赚钱的 但是又为了维持 这些大型商业银行 在本地的形象 它们就不得不保持着实体分行店 但是对于国外巨头来说 不论是日本最大的像三菱实业银行 或者像中国的那些大型银行 在澳洲包括美国的银行 包括英国的扎打银行 都是对工业务 也就是说 它们的客户不是个人 主要是机构 公司 或者是超高净值的大客户 所以这就不难理解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澳洲仅有的四家大型商业银行 几乎就垄断了整个市场 以联邦银行 西泰国民和澳清这四家银行为例 它们如果想继续扩张 毫无疑问 对它们来说 最好的办法 就是吃掉澳洲境内的其他小银行 那么在选择小银行的时候 目前仅有的几家 其实已经非常少了 在这之前 还有昆士兰银行 Sankob 西奥银行 阿德雷德和Bandigo银行 但是这几家目前 均被其他的三家所瓜分 比如说西奥银行 现在已经并入了联邦银行的名下 那么阿德雷德和Bandigo银行 则被并入了Westpap 也就是西泰的名下 那么像Eubank这类的话 自然是被国民银行所吸收 所以对于ANZ来说 目前它能考虑的 或者说仅存的一些地区性银行 就剩下了昆士兰和Sankob两家 那么在昆士兰地区的话 Sankob毫无疑问 不论是分行数量 还是资产报表的数字来看 都要远远好于昆士兰银行 所以对于澳新银行来说 如何能让自己的财报 在短期之内能够非常好看 让自己的资产 能够迅速增值 那么收购澳洲区域性银行 对它来说 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而这一块蛋糕 或者说像Sankob这样的 有很多实体分行的区域性银行 又恰恰是国外银行巨头 所不喜欢的 他们不愿意去收购 因为收购来之后 买了一大堆分行 是一些赔钱货 真正赚钱的是对工业务 对工业务是不需要 有太多的实体分行 所以说澳洲这个市场 不论是做银行 做汽车 还是做其他的商品 看上去总量是很大 但实际上却又零散地 分割在了两大城市 这就形成了一个 非常鸡肋的现象 你做的话成本很高 你不做的话扔掉又太可惜 这才会导致了现在 像Sankob这一类 我们说的地区性银行 只能卖给澳洲自己的 大型商业银行的一个最终归宿 好了 今天的节目 跟大家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澳洲商业银行的运行模式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和问题 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